哈囉,歡迎收看鮭魚局的珠寶3D建模教學頻道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文字徽章 這次主要是示範回字文的做法 之後呢,再加上極地的文字 做出一個祝福的文字徽章 先來看回字文的部分 基本上這個回字文還是呈現一個大方形的樣子 然後最中間也有一個小方形 所以可以先新增一個平面 按右鍵細分 這邊就要注意中間要有一個方形 再來就是對照範例取出想要的部分 這邊就是空一個方形的寬度 這邊也是 這樣就把需要的部分選出來了 再來添加陣列修改器 那現在這樣接在一起還不算完成 要把這邊的方形再複製到旁邊才行 這樣間隙就出來了 吸附對象改成頂點 壓住Ctrl把方形對齊 合併重疊的頂點 這樣回字文就出來了 後面只要用陣列控制數量就好 接著要讓它繞成一圈 這個可以用簡單變形修改器來做 陣列的合併記得啟用 軸向改成立軸 選彎區 再來就是改變角度讓它彎成一圈 之後就可以透過控制陣列的數量去改變它的大小 這次的尺寸我想做個3公分 差不多這樣 可是現在這樣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的回字文變得太小 會不明顯 那我之前測試的結果 回字文大概是陣列20個 大小會比較適合 剩下尺寸不夠的部分 直接放大本體就可以解決 一樣抓個3公分的大小 再要把它的中心定位到原點 先做個備份 套用全部的修改器 把原點設定到幾何 再按Auto加G 然後是文字的部分 新增一個文字物件 那這次的字型要用的是這一個 這次要用的是思源送體 這個可以從Adobe下載 這次要用Heavy的製重 下載完以後記得看到旁邊的下載指南 依這邊的說明解壓縮這個OTC資料夾裡面的七個檔案 接著就可以回到Blender選字型了 找到Heavy的製重點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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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字貼上來 解析度可以再降低一點 直接把文字轉換成網格 設定原點再調整一下位置 接著是立體化 回字文直接用實體化修改器做出厚度 再幫他加個倒角渲染效果會比較好 先這樣就好,等一下再看要不要調整 再來是文字的部分 文字如果只是要列印的話 用實體化修改器直接做出厚度就夠了 只是列印的話這樣就行了 但是這樣的物件渲染起來效果很差 所以渲染的部分要再做一些加工 一樣先備份一次 名字也改一下加一個R 再來把網格結構處理一下 先用大量毀滅修改器減少面數 就是這樣 再來用方格配合割刀投影再增加一次面數 這個操作如果不清楚的話 可以點右上角的影片看之前的詳細說明 這樣稍微重新調配網格的結構以後 再添加實體化修改器做厚度 接著是倒角修改器 最後一樣要加上細分表面修改器 這樣邊緣的部分就有微微的倒角出來了 有倒角以後渲染的立體度就會明顯很多 不過這個只是為了渲染好看而已 不需要特別做也沒關係 再來新增一個網格圓 簡單的做個底盤 記得套用旋轉與縮放 把圓偏移擠出 寬度先用1公里 繼續分段擠出把外側做完 這段是外框也先用1公里 切到面選取 選這兩段Face Loop 一粒往上擠出 增加分段強調形狀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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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底部封起来 另外再提醒一下 现在这样虽然可以一体成型列印 但是铸造完这些内凹的边缘其实不太好修 这种状况可以考虑用分件列印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把回字文、文字和底盘分开 只是记得要做定位点之类的设置组合才不会跑位 这个部分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啊,又忘了确认底盘的发现方向 接着是材质的部分 这次用黄K金 然后回字文这样看起来太细了 这个可以增加导角修改器的分段来调整 像这样就好多了 这个外圈看起来也太单薄了 把它加宽一些 嗯,这样的比例就比较适合 这次的HDRi是这张 这次X轴有转一些角度 比对相乘的力量是2 接着来看算会的结果 双会的结果也还不错 文字的立体度有出来 大家练习时可以顺便比较一下文字渲染的差异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如果觉得Blender很棒的话 可以订阅BlenderCloud 既支持Bl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 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